嗨,大家好,我是老叶 经过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想法 我想了一下,我还是决定修改一下路线 就不去北京市里面了 因为城市很大 它那个露营地确实不太好走 就好比昨天在天津这边 这边已经是郊区了 还不是很好找 就是不是人很多 就是有一些公园什么的 它不让你打帐篷 不让你露营 所以呢,对于我们户外的来说 就经常住外面的来说 这个是不太好的 就是不太好找 所以呢,我这次要修改路线 前往成德吧 然后再从成德进入内蒙古那边吧 就是赤峰市 然后到内蒙古那边再去骑一段时间吧 可能啊,还要去呼伦贝尔 看那边的那个大草原啊 到时候再看一下吧 先起囊收拾一下东西吧 现在已经是七点多了 先去市里面啊 去吃点包子 既然已经到天津了 所以呢,无论如何 天津的包子还是要去尝一下的 对吧 好了,那么我们待会儿见 外面已经出太阳了 还好啊,我昨天选的是这个地方啊 还能暂时的稍微挡一下啊 你看啊,这个车子不断的 一辆一辆的从这边经过 就是电瓶车啊什么 从这边确实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看还有这个旅游大巴 今天呢,是礼拜一啊 上班的高峰期 还有18公里 太暴力了 刚刚有一辆没有上牌的那个跑车啊 从我身边啪一下呼啸而过 把我吓得半死哦 哇,太可怕了 这还有10公里左右到市区呢 你看,这就这么堵了 这市区这怎么进了嘛 这边是一个叫温州的国际商贸城 怕什么来什么啊 真不想喝,你看那边又一家 你看这不就摆在你面前吗 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喝了 这个高价也挺多的哦 其实我是挺害怕进入这种超级国际的大都市哦 所以呢,上一次我上海呢就没有去了 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待过的 露营地根本就不太好找 这里应该是他们的老城区的城里面吧 天津京剧院 这个呢就是天塔了 好像是和上海那个东方明珠差不多一样吧 我都有点不想去市区吃包子了 刚刚四次差一点都被撞了 都是很快的开的 这好像是不行了一样了 那边如果一些人买偶尿的人 或者是买偶尿的人 那边不是很可惜 这个呢 那边是什么呢 那边是ここの县的那边 这好像是去行街的一样的 步行街的一样了 解放北陆 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外滩 像上海一样的外滩了 18公里的路 骑了将近两个小时 这里确实有点像上海滩 到了到了看到了 掌机保住处 人还是顶多的 特色三鲜的三两 鲜鲜鲜肉的三两 特色三鲜的三两 鲜鲜鲜肉的还没包 还有多久 还有多久 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那其他的可以 豆芽菜吧 豆芽菜的有三两 没有 那个韭菜的还有二两 韭菜的二两 三两还有二两 那就二两吧 然后再那个特色三鲜再加一两了 特色三鲜的来四两了就 对吧 四年的二两六两 别的还要好 两饭 都出来的 这个卖得超好 行那就这个 这个来一块吧 总共38 哎哼 先给我们大袋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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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风生哦 这个应该是醋吧 来点醋 哎呀 他这个包就是汤包一样的哦 就是里面包了很多东西的 不是那种包子里面 这个可能是正宗的这个包 嗯 哦 就是灌汤包 他那个皮很像那个 我叫什么来的 哦 就是饺子皮一样里面全是包的那个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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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也还行 主要还是皮薄 我最讨厌吃虾皮 这边的招待应该是三天 我最讨厌吃虾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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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衣了啊 这多了 我最讨厌吃虾皮 我最讨厌吃虾皮 我现在直接导航到成德市 然后到成德的话就 过去就是内蒙古了 这边还要翻阅一座 英手英子矿区吧 那边全是山哦 269公里 七星导航 开始请延华昌道府路 向东北出发 我说句客观的话 这个味道确实一般般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可能它是被炒起来的 有可能哦 它那个包子呢 是灌汤包 就是你要吃得小心一点 第一次吃可能 就一口咬下去 然后就炸起来了 我刚刚还真没注意 炸的我身上都是 很烫 就是皮薄 反正就是灌汤包嘛 然后它那个素的包子 味道真的是不大理想 就是肉的稍微好一点点吧 现在呢我就直接 去承德了 希望今天能离开市区啊 在这个菜市场买了点水果 维生素还是要补充一下的 这边是天津市的河北区啊 宜居菜市场 宜兴部第一小学 今天我已经连续看到 两家了 你看又是一家 不喝了今天不喝了 手里边有这个咖啡呢 我感觉现在喝了 晚上可能真睡不着了 12点多了吧 不能再喝了 这个宜兴镇还挺大的 宜兴部阵哦 还通地铁呢 我以为天津啊 就是个国际大都市嘛 会很大很大 没想到比我想象中的 稍微要小一点啊 我现在好像已经差不多 离开市中心了啊 不是好像啊 就是了哦 天津这边这种郊区啊 山蹦子比较多 就这种三轮车啊 载客的 这边是一个地铁口 这个我记得好像在我们宁波的北轮那边也有哦 这里就到北城区的小店镇了哦 天区预报显示哦 明天它就有雨了 搞不好照这样天气等一下就要下了 好像已经在下了一点点哦 很多朋友说这个是柳絮树哦 你看我用就是手手机上面扫一下 扫一这个就是白羊树啊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飘下来啊 这个就是白羊树啊 这个是柳柳絮树吗 你看这个就是白羊啊 我扫了三四遍它还是白羊树啊 你看上面还挂了那个棉花一样的东西飘下来的你看 就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东西啊 我没说错呀 这边是北城区 国道旁边的一个庙吧 好像那边写的是 是关地庙啊 还有写的是好像是不可移动文物 我看了这个里面的房子 你看都是旧的 就是不太干净 你看 上面全部都破旧了了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它是有90%的概率会下雨啊 你看这个门我过 估计有可能它晚上是会关掉的 有人会把这边关掉 我在四周的看一下 它这边也没有装什么监控 这种房子应该是清朝的那个年代的吧 看着你看有点像啊 而且还翻新过的 这个寺庙可能已经搬掉了 你看什么蜡烛啊都在这儿 搬掉了 北城区不可移动文物 南平 南王平村关地庙 你看这个灭火器还是新的呢 你看灭火器还是新的呢 再看一下吧 主要我带的水不太够哦 不过那个路边啊 我看有那个卖那个什么饼啊什么的 我去问他们买几瓶过来了 我去问他们买几瓶过来了 全部都搬掉了你看 没问题 我觉得晚上住在这儿绝对没问题 看这个天也像快要下雨的样子了 那间房间还没看过 啊完全没问题 全部都搬掉了 可能搬到他们村的里面去 奇怪了 这边是一个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为什么把它移掉呢 或者是搭到那个房间里面也可以啊 这间可能干净一点 地层还是有点凌乱的 就怕他上面那个钢筋啊什么 你看这些也要欲坠的掉下来 那不玩完了吗 我还是就搭在这个棚子下面吧 我现在先去弄点水啊 希望没事啊 买了两瓶水啊 两块钱一瓶 大瓶装的 这个牌子好像没见过 那我就先把车子停在这边 先坐一会吧 看一下有没有人 谨慎一点比较好啊 如果到晚上 5点啊 5点半吧 可能5点半啊 6点钟的样子 他们没来啊 那说明就没事了 这个框就是我见都没见过 现在呢是下午时间5点多了 我坐在这边差不多有个二三十分钟了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来吧 所以我就先把帐篷搭起来吧 好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啊 就是说 有这么句老话啊 就是说 宁住荒坟 不住古庙 这个就是古庙啊 这句话我再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古代的那个寺庙啊 就是说那种荒庙古庙 它都是残破的 就是说比这个都可能还要残破 然后呢 就是说有一些 就流浪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人啊 就住到那个寺庙里面 我说的是古代啊 然后呢 他那个房子可能风吹 瓦片什么都掉下来了 就是说这个意思 是安全性的问题 他不是说什么 他就是说您住荒坟 也不住寺庙 你住坟的旁边 然后坟的旁边 总不可能 他那个坟会倒塌吧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没关系 没事 反正里面乖老爷他也不在 我说的 是组织 很煮的 这些手 但是不担心 就有点提高 重复 很高着 他就能靠几个人 人心 帐篷已经搭起来了 由于风太大 我把那个铁门给关了一下 应该问题不到 现在就怕突然有人推进门来 那可能就是管理这边的人了 今天我也没买什么菜了 就用这个大蒜嘛 蒜苗 炒这个他们天津的这个香肠 我可以帮忙一下 就用这个香肠的这个香肠 我可以帮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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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忙一下 我可以帮忙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开饭比较早 六点半了 再过半个小时天就可以了 天黑一几年吃饭 它这个好像是放了小苏打 我闻的这个胃 那个包子有点像放那个小苏打一样 它那个汤汁已经全部掉了 没有了 茶柚子里面没有放那个虾皮那就好吃了 我是最讨厌最讨厌虾皮 我应酷你贵一点 放那个虾仁在里面 不要放虾皮 今天我又在网上买了个柴火炉 准备到内蒙古那边就可以用了 这边还是用柴火炉 还是比较谨慎的好 因为这四周全是那个树木 而且这边还是个文物保护单位 我感觉这个寺苗也是一样 就是从可能明朝清朝一直修到现在 它们天津的这种香肠味道还可以 有一股烟熏味 我是比较喜欢吃有烟熏的那种 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放盐 我也加了一点盐 所以有点咸了 加冬 scheme 还没放过去 加冬价 加冬的冷池 加冬价 加冬的冷池 加冬池